今年到現在已經千人染疫死亡 而更有10名的孩童 已經犧牲了 這樣的數字不算多嗎 這樣的數字不算多嗎 民進黨政府告訴全國人民 多少的數字才是你們心目中真的多 我們看到前兩天 柯文哲的兒子 也不信確診 那麼因為昏倒送到急診室去 陳佩琪急得都哭了 這是一個家裡面有父母親都是醫生的家族 看到孩子生病 還是會難過的落淚 前幾天 我的選民服務接到一個案子 那是一個還沒有满月才18天的一個孩子 不知怎麼的也確診了 那麼他的媽媽不顧自己還在坐月子 夫妻兩個人 想進辦法到處幫他找兒童專子的病房 那麼陪著孩子在1月5天 打電話給我的時候聲音在讚懂 也哭了 不管是哪一位父母親 只要孩子 受傷 還是生病 都會難過成這樣 黃論是一個孩子 他失去生命 我們是如此的痛徹心扉 郭彥均因為心疼這些孩子 郭彥均因為要支持這些醫護 那麼說了很多孩子都走了 這也是一個事實 而蘇貞昌說 這樣的說法 不法 不移 引起 社會恐慌 要就責 查辦 各位 前不久我們看到 華視出了多大的包 連中共打過來了 華視都這樣播報出來 這樣的一個假新聞 蘇貞昌有說不法不移嗎 蘇貞昌有出來說引起社會恐慌嗎 怎麼可能雙標如此嚴重 要多人寫 才講得出 舊責查辦四個字 要多官僚 才講得出 舊責查辦四個字 要多麻木 才講得出 舊責查辦四個字 蘇貞昌現場 你好大的官威啊 一樣是今天的媒體頭版 今年到現在已經 千人染疫死亡 而更有 實名的 孩童 已經犧牲了 這樣的數字不算多嗎 這樣的數字不算多嗎 民進黨政府告訴全國人民 多少個數字才是你們心目中真的得多 還要犧牲多少人 今天 全台都是郭彥均 賭得了一個郭彥均的口 但是賭不了千千萬萬講出真相的人的口 我們說 已經有非常多的孩子走了 要辦一起辦 民進黨政府 要辦一起辦 把大家都辦起來 最後 公開的 跟蘇貞昌院長 跟蔡英文總統 跟蔡英文總統 喊話 我知道 此時此刻 蘇院長正公開的 在講他昨天講的言論 但是 你不要只是解釋 請蔡英文總統 蘇貞昌院長 公開道歉 對於 你要 舊責 查辦 很多孩子走了 這樣藝人 講出來的話 以及 所有民眾的言論 公開道歉 我們也要求 現在的民進黨政府 公開道歉完了之後 告訴全國國人 要怎麼做 才能避免 不要再有 小孩的犧牲 不要再有任何 一條寶貴性命的犧牲 那一條寶貴性命的犧牲 就看他 在這條寶貴性命的犧牲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